嗨大家好,我是凱希 今天我有一個特別來賓 法國安娜 我是法國安娜 我來台灣10年 跟妳差不多嗎? 沒有欸,我5年吧 然後我是台灣媳婦 台灣老闆,台灣媽媽 今天我想說安娜也是一個 在台灣的外國媽媽 我是準媽媽 然後她的女兒已經 三歲了 快四歲 我想說我可以 沉積問她一些問題 因為我不在我的國家 就是我在台灣 一個比較陌生的地方 然後又要生小孩 所以真的會擔心很多事情 一定會 我想說我們可以從 最早的問題開始 就是現在我還懷孕 那下一個步驟 就是要真的生小孩 這個每一個媽媽一定會擔心 我覺得 所以我想說我可以問妳 妳在台灣的生產和懷孕的過程 妳覺得怎麼樣? 妳真的想聽嗎? 還是妳生小孩 我們才聊 我自己是 那時候又緊張 但是沒有緊張 兩個都是 妳知道嗎? 因為雖然語言不同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是好處 因為妳聽不懂 妳就沒有辦法擔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好處 因為如果我在法國生小孩 我什麼都聽得懂 可能我會更緊張更怕 對啦 但是我剛好是找到一個會講英文的醫生 所以妳都聽得懂 還是妳講他 到時候就講台語 就不知道 我自己在台灣 有時候去醫院或是診所 會遇到一些文化差異 像 最近 喔我不知道要怎樣 這有點丟臉 妳講一講一句 已經開始了 沒有秘密 就是 好 懷孕的時候 妳要常常 讓他們演鳥 對對對 對 就是每一次去都要演鳥 對 因為通常我們去的時候 他們是給妳一個瓶子 撞進去 然後就偷偷放在後面的那個房間之類的 就沒什麼人會看到 但是 懷孕開始我不知道 可能因為太常需要演 所以他們就說 直接拿那個杯子出來 給他們 但是我拿著那個杯子 從洗手間到他們那邊 還有一堆人 什麼別人的老公啊 什麼的都看得到我的尿 然後我就覺得 我還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大家都覺得很正常 在那個 那個 Private Clinic 他們就是 妳自己放那個東西 然後妳就給他們看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很丟臉 因為這個妳放到尿裡面 老婆的話 如果妳沒有放乾 會扑下來 然後那個 周邊都是妳的 大家的尿在地上 我覺得很髒 你知道嗎 對啊 我很怕我從洗手間出來 然後就 不小心 破了 那 我另外要問的是 你覺得 妳覺得在台灣養小孩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然後最難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最好的好處是安全 我剛看妳的發過一個新聞啊 這幾天 有一個小孩被打 一個大概13歲的小孩 被一群人就是打 下課 過中下課 然後就被打 但是我在台灣是很少很少 會有這種不好的新聞 所以我希望 Emma在這邊長大 是因為我覺得很安全 台灣真的算是很安全的國家 對 妳覺得呢 我沒有經驗 所以我很難說 但是我開始做的研究 可能是比較像台灣有什麼 補助啊之類的 然後我發現台灣蠻多的 雖然台灣的學校要學費 加拿大不用 但是它有給其他的補助 像妳剛生小孩的時候 妳就有一個補助 什麼兩萬之類的 對 對 好像看妳住的地方 對 然後就是小孩幾歲以下 每個月有多少 三歲 好像是三歲 如果你去那個 那個 那時候 會有補助 OK 我覺得這個部分還不錯啦 就是讓爸媽比較 安心一點點 有這個補助可以幫助妳 那最難的地方呢 最難 我覺得 我還沒有碰到 但是我很擔心 讀書 哦 因為我聽說 很多 就是說 台灣很恐怖 補習班 然後一直都寫功課 我已經開始有感覺 因為我女兒三歲 每天有帶回家一些東西 我聽說別的爸爸媽媽說 因為妳晚上要跟小朋友補習這個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 三歲 對啊 白天已經講過那個故事 所以我晚上就講別的故事 或是我們就是學別的 我不想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好像都會這樣 所以我就很 開始有一點擔心這個 三歲已經開始有感覺到 對有要補習 然後更大的 我也很擔心 因為我 我中文不好 我數學不好 不知道怎麼辦 哈哈 我也是聽說很多 例如美國人 或什麼 他們都是 小孩 大一點就會 帶回去美國 因為他們覺得那邊的 教育 可能比較適合他們 對 不一定是比較好 就是他們覺得 他們比較喜歡那種方式 就比較自由啊 然後 可能 小孩可以多一點時間 在 玩 我又想到這個 但是 就會來我的第一個問題 我很怕安全 嗯 我很怕都在法國 如果國中 還是高中 就 變壞 或是被打 被欺負 所以其實 台灣的學生 花很多時間念書 可能也是 讓他們比較沒有那種 trouble 對 他們沒有時間 去找麻煩 那你在台灣養小孩 有沒有遇到什麼文化差異 然後 會不會常跟婆婆 或是老公 有不同的想法 超多 對嗎 雖然我們是因為 不同文化 不同國家 所以可能差別會更多 但是 如果是兩個台灣人 也會有 因為 可能背景也是不同 可能有一個是 台南來的 一個是 台北來的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早餐 就是不能 有一個吃麵 有一個是吃漢堡 一定會有差別 但是對我們來說 不同意見更多 然後我覺得 現在 我不想吵架 我不想 就是有問題 然後我就會讓他 自己 他的空間 就是如果我老公 就是覺得是對 就給他 然後我自己 用我的方式 但是我不會在 下朋友的 當面就是 吵架 或是說你不對 還是我如果是我 我會這樣做 我就 不是放棄人 所以我就讓他自己處理 他比較忙 所以他比較不會關我的做法 嗯 所以有好處 對 他覺得有 小孩有洗澡 有吃飽了 OK 不管他有吃什麼 他不會有意見 因為我你們不吃菜喔 真的 我真的很煩耶 你要怎麼 切碎 放在裡面 他不吃菜我就放棄了 我看到一個 很大的文化差異是 很多 台灣的家庭 好像是這樣做 就是吃飯的時候啊 他們會跟著小孩走 嗯 就是他們不會說 小孩一定要坐下來 在這裡吃 他們會覺得 最重要的是 小孩吃飽 嗯 所以他們願意 小孩在跑來跑去的時候 拿著那個碗 然後一直跟著他 你可以接受嗎 我 我不會 我的說法是 我不會跟著他 但是我不理他 你不吃你就不吃 你自己的選擇 但是我已經放棄 我已經放棄跟他說 你做好吃 這個放棄 我覺得我也是這個想法 就西方好像都是這樣 就是你不吃 就是沒了 對 你覺得混血在台灣 會比較容易受到 不一樣的對待嗎 例如 比較難交到朋友 或是 你們在路上的時候 很多人注意到他 之類的嗎 我覺得 會有 因為我已經發現 有時候 如果我跟他出去玩 然後會有一群小朋友 然後看他女兒會說 喔外國人 然後我一直跟女兒說 你自己要去回答 說 不是 我是台灣 不是 你特別要用台語了 但是他還不敢 因為他可能是害羞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會變成一個 搶功的地方 因為 他已經從很小知道怎麼 保護自己怎麼回復 因為這個是小問題 因為小朋友 不是不好 他們就是覺得 啊怎麼會有外國人 但是不是 喔有外國人 這個不好 對 所以小孩都很直接 對 所以我覺得 長大他就會 還是會有人跟他說 喔我不喜歡外國人 還是喔我喜歡外國人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他自己要學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 優點 不是缺點 我覺得在台灣 我覺得是優點 他可能可以幫助其他的 小孩 來學習一些文化的東西 對 國際觀 這種 那你們出門的時候 你會在意很多人 就是 因為 因為台灣 就是沒有那麼多 混血或是外國人嗎 所以 像我們出門 我們有時候也會有人 特別注意到我們 對嗎 那 你會在意他們 特別注意到 Emma嗎 現在還好 但是我一開始 很擔心 很擔心 我女兒不知道 她的名字是什麼 因為每次聽到 好可愛 我以為 媽媽我叫可愛嗎 好嗎 喔你好可愛 因為每次聽到 你好可愛 但是我一個女兒 就不能開外表 裡面也要可愛 不是就外面 這個我長大 他就叫他 我在Facebook 有加入那種 外國人在台灣的group 之類的 然後 有時候我會看到 爸媽在 擔心一些事情 其中一個是 我看過是 他們不喜歡 他們小孩 出門的時候 被偷拍 對 就是很小的時候 還在推車 然後 就是陌生人 直接拍他們的小孩 因為他們覺得可愛 或是不一樣 但是 這樣好像 有點不尊重 對 那個父母 我又碰到 是他們有問我 因為他們要一起拍 他們的小孩說 可以一起拍嗎 然後我就 如果有問我說 OK 但是偷拍 有時候我也會被偷拍 所以 如果我發現我也會講 然後如果發現 你有偷拍 我女兒也會講 嗯 你會生氣嗎? 不會 我會說 你是拍我嗎? 然後大部分我會說 沒有沒有 可是你講這句話 已經才知道 就是不對的 對 對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可以選的話 你還是會選擇 交給老公 不要問這個問題 你會想要 讓Emma在台灣長大 還是在法國長大 如果不用考慮錢啊 或是 可能你的公司之類的 如果可以選的話 你會選哪一個? 我會選台灣 但是我會選我父母在這裡 啊 對 對 因為有時候有阿嬤阿公旁邊 就 你可以就放著 然後去跟男朋友 老公 不是男朋友 跟老公約會 然後吃個飯 然後去休息 因為有時候真的 就一整天照顧起來會很累 但是 我還是會選台灣 因為 我就除了方便 安全 班吃 我就 剛生小孩很忙 但是台灣的時候 或讓你 比較不會覺得 什麼都很難 我覺得在台灣 我還是會選台灣 台灣另外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 台灣人很重視家庭 這也是為什麼 我會 那麼想要跟我老公結婚 我覺得當初 我看他 對他的家人很好 然後他們都很 很 怎麼講 很close 感情很好 對感情很好 然後 我就覺得 生小孩應該也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有阿公阿嬤都會在 就都很願意幫忙照顧啊 什麼的 所以 這個在台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那 當然如果可以有 我那邊的家人也在這裡 有假分了 就是太完美 我覺得 你這樣講 我就比較放心了 真的 真的是一輩子的快樂 不管多辛苦 都睡不著 是 真的這個是快樂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你們記得去看 安娜的頻道 如果還沒看的話 然後 我們在那邊也會拍一支影片 所以可以去看 謝謝你們收看 記得按讚留言還有訂閱 下次見 掰